Red Velvet在经过和拿爱豆冰一期差不多的空白期之后 终于预告将在8月回归 由于正式的回归行程还没出来 所以为大家整理了部分剧透 今年6月初韩国媒体首次报道 夏日女王Red Velvet正在准备8月回归的消息 随后Red Velvet的所属社SM也承认了这一点 表示道Red Velvet以8月回归为目标 正在准备新专辑 时隔很久的回归希望大家多多期待 Red Velvet在2019年12月发售专辑The Rave Festival Fanner 其主打歌Vesco不仅席卷了音源网站 也在音乐节目中获得了酒冠王 受到了很多受众的喜爱 现在将要在时隔一年08个月之后再次完整体回归 所以大众的期待感非常高 被称为夏日女王的Red Velvet 从出道开始凭借着能够在炎炎夏日给人带来清凉感的歌曲 备受大众的喜爱 从Red Flower到Power Up再到AmAm 这些在酷月的夏日里散发清凉魅力的歌曲 接连获得成功 女团Red Velvet在2019年推出的Fesco之后 成员们一直没有在以完整体进行音乐活动 Red Velvet在空白期也进行了多种多样的个人活动 首先是成员艾琳与江色气以小分队出道 然后是成员文蒂和Jone分别solo出道 还有金玉琳也进行了演技活动 都受到了不少的喜爱 这也令今年8月的完整体回归更加令人期待 Red Velvet一直在等待Red Velvet的全员付出 已经超过一年半了 现在看来漫长的等待已经可以宣告结束啦 7月26日SM官方公开Red Velvet的首张预告照和预告视频 在公布的视频中成员们分别登场 女团Red Velvet成员 艾琳、江色琪、Wendy、June 金玉琳、全员小公主的画风 但是SM经常给红贝贝搞这一套 预告的服装和MV的服装完全是两个画风 之前在推特上流传的起装衣服 是粉丝看了都心梗的程度 再来说说视频的概念 每一位成员推门而入进入杂火铺 背景色都是自己的代表色 但是他们又是在不同的时空中 每一个人时空中都有一只波斯猫 除了裴姐这个时空的波斯猫没有发出声响 其他成员时空的波斯猫都有发出声响被人注意 艾琳望向镜子 色气望向纸箱 Wendy望向帽子 June望向画寻找波斯猫 裴姐还播放Quins的磁带 猜测四位成员回到裴姐这里聚集 然后迎来Quins主题的活动 与此同时 Red Velvet将进行为七亿周的档案推广活动 从7月26日开始 这个五重奏将在每个午夜与粉丝见面 并在他们的官方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一个新视频 这个档案视频是一个综合风格的视频 结合了Red Velvet多年来备受喜爱的专辑曲目 每个短片将会展示成员的各个方面 以及个人视频 并按顺序发布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成员的魅力 虽然他们的预告照和MV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很难揣测 但每次的Conspirate都很特别 所以每次回归都不断创造着新纪录的Red Velvet 这次将会以怎样的面貌回归 也备受全球粉丝们的高度关注 在此之前Lending与2019年在SBS歌谣大战的舞台彩排过程中意外跌落舞台而导致多处受伤 因此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现在KPOP现场 一直专注于养伤和恢复健康 只是偶尔向粉丝们透露近况 而艾琳也因为卷入和工作人员的骂人争议而遭到了非议 在道歉后并没有进行什么活动 甚至连Red Velvet的组合活动也暂停已久 如今的Red Velvet经过两年多的洗礼 他们已经成长了很多 沃勒在8月份顺利回归 Red Velvet队长艾琳在近日主动接受体检 而在最新的新冠检测当中 艾琳也呈现出了阴性 对此SM官方表示 虽然没有得到强制性要求 但考虑到同一行程当中 已经有工作人员确诊 所以决定让艾琳主动参加了本次体检 据悉 当天除了艾琳之外 人气女团Brave Girls也参加了体检 并且全员得到了阴性结果 SM之所以重视旗下艺人们的身体健康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早些时候 向Cellnet迎进发售新专辑时 就因为工作相关的工作人员确诊后 耽误了新专辑的发售行程 事后虽然所有人都进行了近两周的隔离 但队长又因为移动过程中肩部受伤 导致不得不缺席新专辑的活动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对于公司来说损失是相当巨大的 因此SM之所以提进行体检 也是考虑到了8月份即将开始的团体活动 在从S8逐渐成为SM主推的旗下女团之后 不少人也许认为 SM今后会陆续减少对Red Velvet的支持力度了 虽然从女团组合的平均活动年限上来说 Red Velvet的活动年限 确实已经到了组合活动的末期 但从SM运营的角度来说 短期内公司不会减少Red Velvet的活动 因此在S8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 SM一定会采用双女团战略来对应粉丝们的要求 随着Red Velvet正式回归 SM也在未来会继续公司的双女团战略 也就是说 S8会逐渐成为公司的主力军 而Red Velvet会逐渐做到衬托作用 当然了在这一过程中 Red Velvet成员们的solo活动比例将陆续增多 或者根据不同的需要 Red Velvet也会组成不一样的队内小分队 但从去年的小分队综合成绩来看 今后SM肯为小分队推出专辑的可能性并不太高 据悉Red Velvet的新专辑相关录音工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随着Red Velvet正式回归 也意味着他们时隔两年后将再次以完全体形式发售新专辑 另外这张专辑也是Red Velvet成员们和SM续约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 此前洪贝贝的夏季姻缘成绩一直都很不错 所以也被歌迷们誉为夏季女团 那么他们的新专辑又要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值得一提的是在8月份 除了Red Velvet回归 还有Black Pink成员Lisa和南韩Solo女艺人宣美也会回归 不过三组艺人的回归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Lisa这一次的Solo回归被预测应该是Rapper风格的 而Red Velvet一直走的都是概念路线 每一次都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概念 不过这一次壮丹回归 很多的网友还是表示 真的是太难见了 8月回归的美女浓度过高啊 百花斗艳的场面 注定今年夏天的歌谣界将更加火热 非常期待咯